TWICE周子瑜晒素颜罩,美貌升级,清纯可爱,粉丝却心疼她一件事。 韩国人气女团TWICE人气超夯,从Cheer UP,TT到新歌Knock Knock都引发热潮,TWICE文座国民女团宝座后,将在6月进军日本。 其中日本富士电视台出介绍成员周子瑜来自台湾外,并指子瑜是2016世界最美脸蛋第八名,而近日子瑜以素颜自拍影片,引发粉丝热议。 周子瑜在韩国拥高人气 子瑜金灵晨在官方IG以素颜自拍影片,身为少女的她,肤质靓丽,轻透,子瑜不时对住镜头微笑,即没弄眼。 模样俏皮,不过她的黑眼圈浮现,看起来略显劳累,也让粉丝留言叮咛她要多休息,好好照顾自己。 其实,单纯说子瑜,她真的是个好姑娘,有人这么写道。 我去前授会,因为自己只会英文跟中文,只能让一个当时认识没多久的韩国once帮我翻译一下我要问兔团的问题。 坐在子瑜前面的分别是兔牙,彩鹰和欧巴,过程就不细讲了,过几天我会写一篇这次去韩国见我兔的游记,只需要知道我全程英文有点尴尬。 到子瑜的时候,我我没想到她竟然有关注了我一下,坐到她面前的时候,她就说你英文真的好好,因为我跟前面三个成员全程英文,我愣了一下。 我说因为毕竟在澳洲生活了七年,所以该说的肯定会说啊。 她说她有些单词句子都不知道怎么讲了,我说你在韩国待太久了啦,就这么聊住聊住就要换到下一个位置了,她还对我说了一句下次再见,我说一定会的。 就这些经历来讲,对比我喜欢的兔牙,子瑜这些细节给我留下的印象真的无法忘怀,兔牙就偏冷了一点,可能是害羞也可能是语言问题吧。 我看过一篇游记,因为我们上台要签名之前需要贴张小纸条在专辑上,上面写着要让他们签得do谁谁谁谁的名字。 子瑜看到这个范的名字就说终于见到本人了,这个范很诧异,为什么你会认识我? 她说因为你经常给我写信啊,我都记得你的名字啊,据说范听完这段话感到无比幸福。 以上这些我不知道大家能看到什么,至少我自己看到一个性格好,负责任,在乎身边粉丝的一个小女生,PS。 现在的她也会在我心中的Top榜单里了2333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